好,我們來看一下這台206-1這台機器 我們已經透過潮漲虛擬化的方式 我們已經將這台機器設定了 安裝了一個Hyper-V管理 而且裡面我們也放了一台機器 也在放了虛擬機 所以在外面這台虛擬機沒有放了一台虛擬機 所以我們模擬這個206-1 把它當成是一台實體機 這樣知道嗎?我們模擬它 既然模擬它是實體機 你就可以看到 外面這台206-1它是實體機 當然它可以對外 所以說呢 你可以看我們現在 當它連線的時候 它可以對外 PIN得到外面 PIN得到Google 8.8.8.8 好,這時候呢 我們講說 我們裡面的這台虛擬機器 我們已經裝起來 那我現在呢 把它的按右鍵 把它連線起來 看一下它的畫面 這個畫面在這個地方 在S1這邊 所以畫面照樣特別之處 我把後面縮小一下 縮小一下 你就看得比較清楚 我這邊後面有這個畫面 所以說 沒關係,我們要開起來 這樣子 好 那這台206-1呢 你們想想看 它是一台虛擬機 它是要對外工作 對不對 對外工作 表示它能夠對外 然後能夠連寄來 或者能夠連出去 所以呢 你可以看到一下子 你看右下角這邊 你看到它的網路這個地方 按XX的 表示網路連線是沒有成功的 所以呢 你會想著說 我是不是教各位 虛擬交換器 對不對 好 所以呢 我們這台S1 就要去設定虛擬交換器 檔案設定裡面呢 有一個叫做網路介面卡 這裡是未連線的 所以我們必須通過這個未連線 去選取我們要用的虛擬交換器 所以我們點它的時候 你發現 底下是沒有虛擬交換器的 好 沒有虛擬交換器 代表是怎麼上一層 沒有去設定嘛 所以呢 這個地方你可以先取消一下 好 這個S1的上一層 是不是2016-1 這一台機器 好 所以我們要回到上一層 2016-1的這一台機器 對不對 裡面呢 我們要去設定它的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好 當然呢 我們要讓人多出局 要設定外部 好 所以我們新增虛擬交換器 要建立虛擬交換器 好 這時候各位要注意一下囉 我們的這一台機器 虛擬交換器 設定的時候呢 我們要選一張外部的網卡 那這一張就是只有一張 因為你只有一張外部網卡 所以呢 你選了它之後 你這一台 2016-1的 本機裡面的網卡 就沒有IP了 變得到網卡變成通道了 而 你如果要讓你的本機機器呢 能夠再正常的工作 當然本機的機器 要給它一個網卡 也要給它一個IP 所以說呢 我們如果說你只有一張網卡 請各位這個地方 要把它打勾 允許管理作為系統 共用詞網路界面卡 這個意思就是 要讓你的本機的機器 能夠呢 使用這張實體的網卡 然後呢 它虛擬出一張實體網卡 透過它出去 所以呢 我再讓各位再看一次這邊 這是你原來的網卡 原來的網卡 原來的網卡呢 你看一下 點兩下 我剛剛這邊還沒有按確定 對不對還沒按 只是外面停在這裡 所以它還沒有正確的設定 還沒有真的在工作 好 這裡面你看它裡面的設定 都有一些 我們的一些 連線項目 都會有打勾 該打勾的打勾 不該打勾沒打勾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 HyperV的Virtual Switch 是沒有打勾的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當我今天這個打勾 代表的意思是什麼 我呢 這一張 網卡就是這一張 它會變成通道 而這旁邊是不會有任何一張網卡 它把原來的機器的網卡變成通道了 所以呢 本機就沒有IP了 所以你本台本機就不能夠對外了 那你以後就沒辦法關起本機 所以呢 本機也一定要有IP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就允許管理作業系統 就是你的外面的大的作業系統 就是2016-1 對不對 它要共用這一張網卡 就是共用這一張網卡 好 它會共用它出去 好 那你看我們把它打勾 好 各位看一下這邊的項目底下 好 我按一下套用 按一下是 好 各位可以看一下這邊 是不是產生一個 新增虛擬交易器的名稱 就是這個名稱 然後是不是產生了一張網卡 那我原來是不是設定IP 各位點了 點進去看一下 內容 我原來設定是不是 202 對不對 它也被變成202 它不會把你原來設定IP 移到這邊來 所以完全不變把它移過來 那原來這張網卡呢 做了什麼事情 它就改變成它的一個形態叫做通道 好 它這邊前面都不夠了 它就變成只有一個通道 這樣搞成什麼 它變成通道的時候 不知道提供誰 提供給我們的虛擬機器S1 能夠透過這個通道出去 好 這邊呢 我們可以稍微改一下名稱 你可以看一下把它改成外部 看看你要不要改名字都可以 可以外部 好 那我們改一個外部之後呢 我們按一下確定 好用 都可以 好 按一下確定 好用 好 那各位可以看到 這個名稱 有沒有變化 它應該要跟著變化 知道吧 你重新整理之後 它要改成外部 這樣知道嗎 剛剛是新增 對不對 現在變成外部 按右鍵重新整理一下 好 那這時候呢 你就可以發現呢 我們的HyperVide 這一個 2061年來的HyperVide 虛擬交換器管理員 已經新增好一個叫 外部虛擬交換器 所以呢 我們這台虛擬機器 對不對 就是這台虛擬機器 是不是就可以去設定了 設定找誰 找我們剛剛那個外部 虛擬交換器 轉到名稱了 按一下確定 它就找到了 所以這張網路呢 有沒有看到 沒有連線 對不對 那重新整理一下 好 現在是等待跌CP了 對不對 那我們剛剛都給各位IP了 所以你就自己再設定IP給它 所以你就會看到這邊呢 是不是在這裡 是不是進彈號了 網路已經接起來了 所以你再來看點這邊 剛剛是沒有連線的 現在是已經連線 我們來改設定它的IP 好 那我就自己設一下 203 好 203呢 設定完之後 是跟我前面的IP沒有充足到 好 我設定完之後 這台機器 你就可以看一下 好 它 就可以了 你到外面去了 那你就看一下這台機器 按右鍵 按右鍵 定一下 剛剛前面是拼不到的 對不對 好 我們來看一下呢 PING 8.8.8.8 End 是不是可以對外了 好 那我們現在呢 裡面的這台機器也都可以外來 表示呢 我們的外面呢 這個206 有沒有 我們有設定好 所以說我們的裡面這台S1 是不是就可以出去了 所以呢 這個是操縱虛擬的話呢 你讓你裡面的虛擬機器出去 但是呢 這個動作只是要讓各位了解說 我們的 這一台機器 我把模擬的實體機 等一下我們後面還會有這對這台機器 也會要做什麼事情 好 那目前呢 到這個地方 這個地方 S1 只是要讓你確定說 這台機器能出去 讓你夠工作 那我們的 Hyper-V 對不對 它 設計的功能是可以工作的 是可以工作的 好 那我們的當節先介紹到這邊 可以嗎?